不是你開車撞人了 你有開車撞人嗎 2014年高雄牛排店長吳姓男子 被開車撞死 炸保命案 案件歷經三年審理 高雄高分院跟一審判決出爐 包含陳姓主謀等四名被告 都被改判四年多徒刑 結果讓家屬備份訝異 都是這些犯了罪的人說了算 他們說他們是幫助吳志德 殘害自己的身體 法官才信了 所以造成今天這個判決 一審四名被告一殺人罪 改判罪重17年半 二審更重判陳姓主謀 無期徒刑 但跟一審卻以共同犯 承諾傷害本人致死罪 各論處四年多徒刑 法官才信被告說辭 被害人沒死的話 一級傷殘保險金有 4600多萬里賠 但死了就只有4100多萬 比原本更少 難以認定被告四人有殺人動機 我希望這個世界真的有報應 我希望縣市報真的會發生 吳志德的老婆蔡女士 在高院跟二神的時候 還跟這些殺死他老公的人和諜 無信死者的表哥說 表弟的嫩妻蔡姓女子 在案發後拿了100多萬元 理賠金還馬上與陳姓主謀同居生子 甚至配合對方和解 讓被告換取從親量刑 家屬認為法官不采納 死者母親證詞 反而聽信被告跟嫩妻說法 都讓家屬無法接受 強調會在上訴 一定要讓表弟之死成員得雪 記者梁家文杜雲杰高雄報導 卓外主謀